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4月27日星期二的第二節 我們繼續去跟進下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單消息要同大家分享 第一單消息 幫港出聲的召集人之一何樂生 較早前出席港台節目 《吸香港的信》的時候 就提到 說移民英國不會使家中的小朋友更快樂 因為英國生活的環境 也讓當地的小童大感不滿 他認為 香港人適應能力從來都很強 只要適當培養放鬆的能力就行了 第二單消息 彭博社報導 今年將會有13000至16000個香港的家庭 從BNO5加1的途徑移民去英國 賣樓套現的金額 可以高達1500億港元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近來建制派 經常有評論員出來唱衰的移民 最近又有一個 就是幫港出聲的召集人之一何樂生 他在港台節目《吸香港的信》中提到 說他在2006年的時候 就開始研究快樂感這個議題 在2008年金融海嘯 他就發現 香港人是有很強的心理適應能力的 有大量的證據指出 心態可以帶來快樂 而心態可以訓練 只要有機會 人人都可以選擇快樂 所以就有很多家長選擇去英國 哈哈 那有什麼問題呢 何樂生就說 做義務工作都可以帶來幸福感 快樂其中一個重要因素 就是放棄一些個人的執著 例如傲慢 疾悼 仇恨 和偏見等 他引述了香港小童群益會的一份研究報告 本港的兒童幸福感已經降到五年來的最低位 英國的美好童年報告2020也有提到 英國10歲至15歲的兒童 平均生活幸福感持續下降 15歲兒童的幸福感 對生活現狀的滿意度是最低的 而英國的狀況也是屬於全歐洲最差 他就引述了小童群益會的那份報告 那我就查過 其實這份報告是說什麼的呢 裏面有提到一件事 就說今年受訪兒童的快樂程度下降 平均只有6.94分 第一次跌破了7分的關口 但是裏面也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數據 在有長遠生活目標的兒童當中 有19.7% 即是接近兩成的兒童 他們說會選擇移民到外地 作為目標之一 現在說的是那些兒童都說有兩成 即是說10個有兩個 都說選擇 長遠的目標是移民到外地 何樂生又如何來解讀這項數據呢 他最後就認為 移民英國不會讓孩子更快樂 真正需要做的 是培養讓自己和孩子放鬆的能力 好好培養精神資本 我想問何樂生 既然你認為移民英國不會讓孩子更快樂 你不如跟那些高官說好了 跟那些高級公務員說好了 馬上取消了那些公務員 保送自己的子女去英國留學的津貼 馬上是 根本就不應該保留著這些殖民地時代遺留下來的津貼 不然為什麼香港人生都還沒回歸 就是這樣 你那幫高官的子女 一隻二隻就個個都去外國留學的 我不管你移民好還是不移民好 但是很多高官的子女讀了這麼多年書 其實有很多進了外籍 有些建制派的子女也進了外籍 怎麼解釋呢?你跟那些人說 你問問他為什麼不在香港讀書呢? 現在有很多香港的家長移民去英國 為什麼他為了自己的子女 能夠接受得到英式的教育 他是要接受英國的一套教育制度 如果說說英國那麼壞、那麼便宜、那麼賤 那為什麼那些高官的子女 全部都送到五眼聯盟的國家就讀呢? 去外國也不一定說五眼的 對不對? 一帶一路國家都可以的 可以讀孔子學院的 不見有人報名的 哈薩克 那時候經常說 吉爾吉斯 所以何樂生這番說話呢 你宣講的對象就不單止是那些普通市民 而是應該跟那些 高官和高級公務員說的 為什麼到現在這一刻還有那麼多人 領取着 保送自己的子女去英國留學的津貼 你問問那些人的心態是 想什麼的? 是不是認為香港的教育制度不夠好? 尤其是 你很多主政教育政策的官員的子女都不在香港讀書那裡 才是沒有說服力的嘛 從九七開始 搞什麼教育改革 那時候最早搞的一項政策就是 武語教學嘛 就說中學的科目 不要用英文讀了 那些學生都聽不懂的 就用中文教嘛 這個free camp by 也是用中文教嘛 那麼最後你說教了什麼出來呢? 是不是搞得那些學生成績是 好了很多呢? 到最後變成怎樣呢? 你很多高官的子女 就算不保送去英國留學 很多都是讀國際學校的 就是說那個教育改革 無論改革出來的成果是好還是壞 根本上他是不需要承受的 這個是很不公平的 你怎麼說服得到那些市民是會信服你呢? 你自己的子女都不是留在這裏受的 怕啦有時候去外國 要不就國際學校 喂 那你在香港搞什麼? 都不要說後來的什麼國教啊 現在的國安教育 你是很早期的時候已經是搞這搞路 搞了一鍋抱 那時候也很多聲音的啦 就問你為什麼要搞武語教學呢? 本身好地地 最慘的就是 你那些高官和高級公務員的子女 就繼續去英語國家那裏就讀啊 所以何樂生說 移民去英國不會讓孩子更加快樂的 要不理他快不快樂呢? 只是校法你那班高官子女就已經夠了 是不是呀? 何樂生又不如去問一下 到底那班高官和高級公務員的子女 在英國讀書讀得快不快樂呢? 誰說不快樂的馬上叫他回香港讀 去那些公立學校那裏讀 去那些屋邨中學那裏讀 好嗎? 所以這些說話呢 過得到人過得到自己 你那班人自己都不是知行合一的 哪有說服力才行的 好了,我們講講第二單的消息 彭博行業研究發表了一份報告 就說在今年香港將會有13100至16300個家庭 通過BNO的途徑移民去英國 佔了私樓家庭的0.9%到1.1% 如果這些家庭 全部都賣光在香港的房產 以支付搬遷和生活費用 只是今年 就可能會套現1500億港元 報道又引述了中原地產的數據 二手樓的放盤量 較去年同期 增加了四成四 一共有四萬多間的住宅物業放售 我相信這個數字還會有增長的空間 因為去到今年夏天的時候 還會有更多的家長選擇在這個時機移民 一來就是 遷就暑假的時間 二來就是 因為英國的疫情 大家看到已經逐漸搞定了 大家都是放心的 因為英國的疫苗接種率是超過了一半 已經達到了所謂的群體免疫 有些專家是這麼說的 英國的專家,不是香港的那些 所以呢 所以呢 夏天會有更多的家庭會離開 但是 其實大家看到香港的樓價 沒有什麼大跌 當然這就是 剛性需求影響 彭博這篇報導也有提到 就說 移民潮不代表香港地產市場 會陷入一個深淵 因為陸續都有買家在吸納市場上增加的供應 根據中原地產的數據顯示 在4月份 二手住宅交易量 將會 達到23年以來的高位 達到 500億元 所以這就反映到其實香港的剛性需求 真的是很厲害 令到樓價站得這麼硬 當然 那些準備要賣樓移民的人 也不希望看到樓價跌 跌了 對他們來說也沒有好處 你非但不應該看他跌 你還應該看他升 因為 升的時候 你就可以賣樓套現更多的錢 去到英國生活 至於那些選擇留在香港的人 你就看看到底有沒有哪些是寫著移民急放的 你就押一下價 事實上 近日我也看到有些報導 有些人說急著移民要走的 他也是劈價是低過市價 不只是一單半單的報導 很多都是這樣寫的 大家就可以看看 當然很多人還在香港要置業的 比如說有些剛剛新婚的家庭 或者是 有些已經等了很久的家庭 事實上是有很多的 不是說一定每個人都說要走的 當然有些人說決定要走 走了的就是 祝福他 而走的又不要踩別人的樓 如果每個人都走的時候 找鬼來接你那層樓 其實香港的樓價都算是很硬 今年年初的時候 CCL就是補176.52 最新 上個星期就是 180.19 大概升了一滴 如果今年香港是跟大陸通關的話 我相信樓價只會更加硬 林鄭 當然我認為 今年能夠通關的機會就低一點 林鄭搞什麼來港議 那是屬於單向的政策 大陸方面都沒有承認這件事 因為那些人 通過來港議來香港就不需要隔離 回上去他還是要隔離14天的 如果是雙向都 下面強檢的時候 那這個才是真正的通關 如果只有所謂來港議 對於樓價的影響未必那麼大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